這個時候 阿源失去理智了 他的眼睛也變紅了 我們從這個餐廳這邊 然後我們打算騎這條路 騎馬 一路到古龍城 那我們出發囉 大家跟我走 希望我從這邊走 從這個好像門的地方出去 然後往右邊走 就可以到古龍城 我之前這個地方都是熔岩 旁邊都是熔岩 馬沒有辦法騎過來 但是現在 熔岩都已經不見了 我們就可以騎馬過來古龍城 講究一路 看這個路標 有門的這個樣子的地方 我們就往前 前去古龍城 我們繼續往這邊走 我們快要到古龍城了 就一路上面都有這個門的感覺 有那種打礦石的門的感覺 好 這樣這樣我們就來到古龍城 古龍城現在 大家都要來吃紅色的可口鹽 然後大家的眼睛都變成紅色的 我叫我們就來到了古龍城 如果打開地圖的話 我現在人在這邊 我們已經人在古龍城這邊了 騎馬過來的 那一到古龍城以後 我們先去買一個衣服 這是耐火套裝 在這邊 這有衣服標誌這個地方 一進來 古龍城以後 往右邊看 看到這衣服的標誌 我們就往這家店這邊 來去買我們的耐火套裝 在這裡 耐火石鞋要1200 Ruby 我們就買了 之後 這個耐火石鞋會很有用 整套耐火套裝都很有用 然後我們來買耐火的衣服 那如果大家沒有錢的話 就把一些礦石賣掉 然後來買這個耐火套裝 然後還有耐火頭盔 一套 把它買起來 買好以後 我們就 繼續前往古龍城冒險 在這邊 我們看到古龍城的 老大 布爾多嗎 在這個地方 然後中間這個是首位 大家的眼睛都變紅色了 古龍城的長老嗎 布爾多說 連守門人都沉迷在可口言之中了 明明告誡說不要吃那麼多的可口言 吃太多 這好像毒品一樣 會毒害你的心靈 大家都變得不太正常了 都是阿元社長開採的 這個可口言 害到大家都沒有辦法工作了 這個時候聽到阿元的聲音 你們那個 那些人在那邊偷偷摸摸在幹什麼 這些還是小朋友的阿元 現在變成阿元隊的隊長 還戴一個好像摔角選手的面罩 霸氣的感覺 他現在是阿元隊的首領 他在開採很多很多的礦石 其中開採了可口言 大致的可口言 也就變成紅色的 他叫他兩個小弟過來 然後看到林克的時候說你是誰 明明之前有碰過面 在礦影之學的時候有碰過面 什麼原來你是林克 你太平凡了 我根本沒有注意到你 長老就說 你那是什麼態度 怎麼可以用這個態度面對客人 然後阿元現在也不叫他叫老大 之前他都叫布爾多叫老大 現在直接講布爾多 直接喊他的名字 看樣子你好像沒有搞清楚你自己的立場 你到底有幾兩種 現在是什麼 誰在維持這個城的運轉 是阿元隊 阿元隊是誰創立的 是阿元社長 明白了沒有 現在已經沒有你說話的份了 然後問林克有什麼事情 我們來這邊調查薩爾達公主的事情 有沒有什麼奇怪的事情發生 這個時候小羅羅說 蛤 金色秀法 跟阿元社長交易可口言的姐姐 同樣也是金色的頭髮 阿元說你們不要多嘴 總而言之古龍城現在就是和平 不管什麼麻煩師還是薩爾達殿下 都跟我們毫無瓜葛 這裡沒有任何你需要操心的事情 去其他地方吧 他要接下來要去採購可口言了 老大說 不要再碰那個什麼可口言 大家都被你毒害了 在曠野志祺的時候 老大來邀就蠻不好的 在王國之類的時候 老大的邀還是一樣會閃到 老頭子不要多管閒事了 乖乖去治療你的邀吧 他們要回去阿元隊本部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跟著阿元去阿元隊的本部 然後去解救阿元 阿元現在的狀態有點不太對 我們就開始了古龍城的阿元這個 情節任務 情節挑戰嗎 主劇情挑戰 那我們就 往這邊走 這邊是老大的房子 摸到老大房子以後 然後我們往左邊走 大家都在吃可口言 什麼事情都不做了 然後我們往上面走 我們馬上就要到阿元隊的本部 不過在那個之前 上面有一個神廟 我們來去解一下 我現在人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個神廟 就是要說我是大家的話 我會先把這個神廟解了 最後什麼時候我們想要來 古龍城的話 我們就把我們自己傳到這個神廟 很方便 那我們先解這個神廟 這個神廟叫做衝刺之物 一開始有一個斷的橋 我們把橋接起來 用我們的救急手 然後這邊有一個衝刺之物 一輛車 我們還是用救急手 把車推到 岩漿的對面 然後再把車拉回來 接下來我們來倒轉乾坤一下 這樣我們就可以過這個熔岩 接下來這邊有兩個衝刺之物 好像車一樣的衝刺之物 我們就 把一個車子的部分 連結到前面這邊 它就真的變成一個四個輪子的車子 可以帶我們衝刺往前走 記得要下車 記得要下車 然後從這邊通天樹上去 前面有個魔像解決它 然後上面有一個寶箱 我們去拿那個寶箱 然後上面有一個寶箱 我的話我會用我的車子 先把車子抬高一下 然後把車子拿下來 然後把車子拿下來 倒轉乾坤一下 倒轉乾坤一下 这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宝箱 宝箱里面有 魔像之强弓 看大家不要拿 然后我们把这个 铁块 安装在车子的前面 像这样,把它结合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些球推到前面去 用我们的车子 像这样 车子把球推到前面去以后 压到前面的机关 如果重量够的话 我们就过关了 冲刺之物 我们来拿祝福之光 然后离开这个神庙 离开神庙以后我们来去找阿元 阿元带了摔角的面具以后 变得有点邪恶的感觉 我们从这边走 在这边有矿车跟风扇机 我们把风扇机安装在矿车的后面 然后把矿车放在这个轨道 好,这边有好几个轨道 我们把矿车放在中间这个轨道 然后我们都要搭矿车去找阿元 我们就来到这个地方 阿元队本部 阿元队本部的话 我们往右边走 这边 我现在能在这里 在阿元队本部这边 我们来跟他的小罗罗讲话一下 其实阿元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们的小罗罗 阿元小罗罗希望阿元回复成原来的阿元 回复成原来的阿元社长的样子 那我们就进去洞窟里面 让阿元回复原本的样子 回复成原本温柔的阿元社长 我说里面洞窟的温度很高 那我们刚好有买 防火套装 如果大家有买防火套装的话 把他穿着 我们来去解救阿元 我们来去解救阿元 一到这个洞窟以后 我们真的看到了萨尔达公主 不过她是假的萨尔达公主 这个萨尔达公主是坏人假扮的 你只看到背影而已 你只看到背影而已 你不要再这样下去了阿元社长 拜托你赶快脱下那个奇怪的面罩 变回我们最喜欢的那个阿元社长吧 那这个时候阿元失去理智了 他的眼睛也变红了 那如果要对付阿元的话 你就是拿你最厉害的武器 我现在目前最厉害的武器有 我用阿米伯刷到这个38的武器 那他等下会向你冲过来 向你冲过来的时候 你就很简单的按B 按B跑就可以躲过他的攻击 像这样 按B奔跑 就可以躲过他的攻击 他一攻击你以后他自己会撞昏 他现在还没有撞昏 等他撞昏了以后 等他撞昏了以后 我们再打他 他撞昏头会也冒金星 接下来第二阶段还是一样 他向你撞过来的时候你跑了 你用按B奔跑 等他撞昏以后 砍他 我们离他远一点 等他撞过来的时候按B奔跑 然后砍他 这样我们就要阿元恢复理智了 阿元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他的小罗罗都很高兴 他回复正常了 自从萨达殿下帮我戴上面罩以后 我的记忆就一片模糊 总而言之他想要向萨达殿下问个清楚才行 那 我们想要追上去 但是现在发生了地震 路被塞起来了 路被塞起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阿元的能力 阿元能力就是把东西撞坏 阿元能力就是把东西撞坏 但是他没有办法 确认要往哪个方向撞 这个时候他先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说他的猛冲能够有办法冲破岩石 但是我们要帮他指引方向 那我们就跟阿元对话一下 然后按动手 按动手以后我们就可以 把阿元发射出去 你看这附近还有很多红色的石头 这些石头打都没有用 我打过 我们就专心地打这个石头 把路打开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去 我出去追萨达殿下 萨达殿下已经不在外面了 那个是坏的萨达 那是坏人扮的萨达 阿元出来 阿元对本部以后 看到死亡之山有红色的雾气 你不记得了吗 阿元社长说 那个红色雾气很危险 叫我们不要靠近 在海拉鲁城堡浮上天空 天地异变的时候发生了 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雾气 附近发生了严重的地震 所以阿元社长 去调查死亡之山 从死亡之山回来的时候 就戴了那个面罩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去调查死亡之山 然后他的小喽喽待在古龙城 等他回来 然后邀灵克一起到死亡之山 寻找萨达殿下 那我打算 我们这集先玩到这个地方 我们这集解了一个神庙 我们解救了阿元 我们下一集来去调查死亡之山 然后来去死亡之山的地底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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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 vegetable捩 我们下集什么频道 我们下集就注意到这个地方 我会拿个月 我们下集结结构 感谢观看